关心天气了 今天各地都是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全台各地是晴朗 西半部东北部高温来到了32度左右 但是这个好天气要把握了 因为只有一下下而已 明天礼拜天下半天开始 东北季风就要增强了 北部东北部地区开始会转凉 一直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高温会骤降11度 只剩下23度了 包含桃源以北东半部地区 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而金融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 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发生 要一直等到下个礼拜四降雨才会趋缓 小朋友戴着太阳眼镜 遍地洋伞躲躲开 太阳肉脸周末难得好天气 全台普遍高温来到32度 但好天气要珍惜 因为很快就要变天 明天白天过后 东北季风就会开始慢慢的影响 所以比较有感觉的时间点 会是在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北部的温度 白天整天的这个温度 大概就可以剩下21度到23度的这个区间 周六北部白天气温29到34度 到下周一只剩21到23度 高温骤降11度 至于中南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低 但也要注意早晚温差大 到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在明天的陆夜到后天 还有大后天都会有降雨距离都是会比较高一点点的 其中在宜兰地区可能会在宜兰的偏南侧 舒澳西茂山那一个部分 可能从明天晚上开始到后天会有比较 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 下周一开始北部东北部告别好天气 连下三天雨 直到下周四降雨才会趋缓 气象局提醒周六晚上到周日清晨 环境偏东风 水气多 西半部金门马祖地区 民众外出要留意有浓雾的情形 华尔西文章局张大楼台报道